在網絡上的服務除了網頁之外 還有一個常見的就是E-mail 例如不同的電腦 例如你可以向對方發送一封E-mail 首先E-mail 例如你發送給對方 例如你發送給對方 這一個並不是對應 那一個人本身 他本身在家裡使用那部機器 這部是代表他伺服器 代表他公司有一部伺服器 公司的伺服器 公司的伺服器 他可能是放在這裏 這樣 所以你這封E-mail 是發送給公司的伺服器 那什麼伺服器 當然是處理E-mail 那叫做Mail Server 同樣道理 你發送的時候 你不一定是直接發給他的 你可能經過其他一些Mail Server 例如你先發送給他 例如先發送給CTM的Mail Server 然後他才幫你發過去 他可以直接發過去 或者他中間再經過其他Mail Server 再發送過去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你不直接發過去呢 那因為例如 對方那個可能 你想發送的時候 對方那部機器 可能剛剛下降了 那變成了 其實你是需要去 去不斷去嘗試 可能過五分鐘十分鐘之後 慢慢又再試過 那如果你是靠你自己的部機 那你自己關掉那部機 那你不可能去retry 那但是如果你給了CTM 那部機器 那他就會幫你 幫你做這些背後 那麽多的東西 那例如他嘗試給他的時候 然後他下降了的話 那他就先存在 然後他過幾分鐘後試 過十分鐘後試 那之後再試 那所以這些伺服器 那他就會幫你做了這些動作 那麽就 那麽就 那麽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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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傳送的 protocol 這個過程都好像拿 file 一樣 不過你是把E-mail 給它 然後它和其他 server 之間 都是用這個 protocol 聯絡的 都是用 SMTP 聯絡的 這樣 簡單地就是把E-mail 傳送過去